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乡石门已经废耕了几十年的水梯田 于是他一个人的身影把稻米种回来 把生态也救回来 人家都说他像傻瓜一样 但是他做得很开心 其实台湾的话是一块宝地 当初我们的梯田 包括我们的农田那么多 可是你现在盖了多少的房子 然后多少的田地路化掉 然后农村老化得多严重 再过五年的时候 我不晓得台湾会变怎么样 对一个中年人来说 退休后回到家乡的生活 原本是安逸享乐 陈国志却决定走上一条不归路 那就是从复耕荒废30年的水梯田开始 慢慢把家乡的生态环境找回来 我原本是都出去外面工作 在当气球教练 然后回到家乡 假日回来休息的时候 就坐在树下这样看 奇怪 我之前小时候这些景象都不在 陈国志的家乡在石门 一个有百年梯田的农村 曾几何时 心目中的美好家园已经变了样 人口外流 田地荒芜 若去熟悉的生物也不见了 这个发现让回乡游子震惊不安 从小就开始喜欢钓毛线 假日的话就去田间 山那个水沟小溪建 去找我看看有没有毛线的洞 然后用一根草去把那个毛线 这样引诱出来 就做钓那个毛线 那个草叫做鼠尾绿草 其实要找这个鼠尾绿草的时候 我找遍整个我们村里 因为那时候除了使用太严重 我找不到一颗草 可以钓毛线 现在还能示范怎么钓毛线 这是陈国志回乡时 多年来的富裕成果 当时他去上农村再生客 才明白水梯田不但能生产粮食 还能调节温湿度 对生物多样性有重大贡献 若是想要恢复家乡生态 首先就得把水稻种回来 我们吃的东西一天比一天贵 来源一天比一天少 台湾这个地方这个宝地 你再不种出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 然后到时候我们要怎么办 不过梯田碍于地形 不能使用大型机具 只能仰赖简单的器具开垦 陈国志只好卷起裤管 一步步在泥地里冲锋陷阵 整瓶的时候会有一个绳子 然后绑了一个木头 然后他就是要当那一只牛 去把那个地整瓶 以前是有牛的时代 那现在没有 他就是那一只牛 要这样拖着的时候 其实我不敢看 我觉得好心疼喔 为什么要这样子 费根超过三十年的田梗 多处崩塌水源中断 富根之路看来遥遥无奇 我要从别的地方 去找水源来棺杆 然后这样的话 我就会比较不会 里面比较不会受到污染 不然的话 你看我里面有富裕一些东西 像田螺啦 这些水生的昆虫之类 如果说有流液进来 我搞不好一夜之间 这些东西全部灭绝 友善耕作困难自然很多 好不容易熬过虫害气候异常 采收的时刻却面临另一个挑战 其实我们农人的话 到有三弯嘛 以前都会讲说 你插秧的时候要弯一次 然后除草要弯一次 割刀的时候要再弯一次 看我们割好像很容易 但是你实际自己来割的时候 那个一刀下去没办法一刀两断 但他的腰椎已经开过三次刀 经不起再折腾 长期高强度的劳动 让陈国志常痛到 只能吞止痛药苦撑 感觉说你这片田 你不去种它的话 或是说不去富裕它的话 又感觉蛮可惜的 就小时候你在这片土地 就是打了赤脚 跟它这样成长 所以对它会有一份那种情感在 刘汉之后的黄金盗浪 总能让它振奋许久 一起到收割之后 陈国志还得忙着抢收再生到 看天吃饭的辛苦 只有农人了解 梯田产量本就不多 一个刮风下雨就可能让稻穗 全变空包蛋 但他不想认输 其实这些明年要留做稻种 就是春季的时候要做稻种 那我现在在保种的时候 就怕它会返潮 所以趁今天好天气的时候 再给它拿出来晒一下 为了活下去 必须和别人走不一样的路 陈国志求教专家和农政单位合作 引进日本的高经济弥种 陈国志连晒骨的方法也跟人不一样 传统是摊在地上晒 它偏偏要把稻穗打直立在架子上 就是气候极端 这个水泥地的话会太热 太热的话你稻穀放在上面晒的话 会导致它很快就干掉 这可是惨痛的经验坛 后来他四处做功课 才发现日本农田有一种架晒法 可以不让稻穀落地 这样你的米就慢慢慢慢 水分慢慢干的话 这个米才会Q才会香 于是他拜托做铁工的弟弟 想办法替他打造一个 可以把稻穗架高的架子 搬了稻穀的话 你这样丢下去的话 可能这里就差不多一碗的稻穀 所以说他这个有他的韧性 才能用这样的架子晒 我当初要做这个架子的时候 被很多人骂 然后笑 没有人在这样做 可是说没有人这样做 不见得不能这样做 陈国志不怕麻烦 土法炼钢的实验精神 终于让他熬出成绩 他的石门月光米 在市场上打响名号 它会有Q度 然后你在吃的时候 会感觉会吃出那个阳光的味道 然后米会特别Q 特别甜 然后甜度也特别棒 他的成果说服十几位老农 加入复根行列 石门的梯田面积一度增加了 但随着老人家凋零 社区形态改变 许多人后来还是放弃 计划结束人也散了 只剩陈国志还在原地苦撑 你只有种米的话 你又感觉说 这个米的经济价值是很高 没错 可是你的量又不知道 我一斤米万两百块好了 我让你一年让你产一千斤 我才二十万 有时候你要生活 要维护的话也不可能 确实很难活下去 尤其他把汽车教练的退休金 全都砸进去了 后来一位老师建议他 不如试试开个农村体验课 贴补生计吧 陈国志想起妈妈擅长的农村米食 米苔木和草蛙粿 那有的忙了 他得抽空为食农体验课程 准备好半成品 像是要做草蛙粿 可不是普通费工 糯米得先泡一个晚上 才能磨成浆 压干成粉 再揉成团 等一下要做一块硅薄 它才能结合在一起 揉成一个米团就对 现在应该没有人在用这个了吗 还是会有啦 但是有一些是比较少 但用米去做的话 会比较少一点 有一些它现在是用粉去调 为了忠实呈现农村文化 它不求快 宁可按部就班 像是糙蛙粿的绿色外皮原料 是他一早去采来 蒸煮过的柱麻叶 那个柱麻下去 它现在已经变绿色了 它白色的话就变绿色 光是制作糙蛙粿的外皮 就得花两三天 接下来内馅也不能马虎 为了让人了解农村饮食文化 陈国志还特别去考厨师执照 就是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还是有这些的文化在 然后你现在不懂的话 可是过几年的时候 我曾经有去哪里 我有做过茶 我有这个印象 然后这个是我们家乡的一个东西 其实这样就值得了 在人口外流的石门松山社区 陈国志是最年轻的农夫 他的许多尝试都打破传统 在别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傻瓜 其实有时候就是一股撒劲 你做了就好 就是要做了再看看 打带跑来赢奖金 是这样的概念 其实当初他决定回家务农 全家人都反对 既然退休了 何必放着逍遥日子不过 每天为了挣不了钱的工作 忙到停不下来 我说你有把你的时间成本算下去吗 我说你好像只算了材料钱 你的工钱 你的工钱也是钱 你都没有算工钱 他都觉得他想要的是传承 陈国志对土地的热爱 还是打动女儿的 几年前陈运竹决定回家 除了接手爸爸不熟悉的网路行销 发享新的体验课程 他的导演先生也一起投入 记录一家人回汉工作的努力 和石门家乡慢慢恢复的美好地景 从以前可能二三十个人 一起务能的样子 到现在只剩下我爸一个人在田里面 对 我就会觉得 我不希望有人忘记这里 因为这里其实很漂亮 大家会愿意花机票钱 飞去巴黎岛看那一整片水梯田 其实我们台湾就有 对 我就觉得 这边如果可以保留下来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父女俩今天还有个重要任务 要把曹阿贵扮成品 带到偏乡国小帮孩子上课 一个人两包 都把它揉软了之后 我们再来包馅料 要包菜薄米 要包芋 我们今天有两个口味 这些年除了农村体验 陈国志也请跑校园推广米食文化 很少人知道两小时的课程背后 是两天劳心劳力的准备 自己上面可以做一个记号 或是说你在这边剪记号也可以 不然的话你现在很多都是面包 都是那种西点的东西 这种在地的东西 你再不流传下去了 你会失传 希望孩子从小就认识 台湾传统米食 学会珍惜食物 未来也有能力 回馈在家乡的阿公阿嬷 其实小朋友在制作这个过程 他们眼睛会发光 因为跟他们以往的想象不一样 原来贵是这样做的 那么能让陈国志眼神发亮的 也许还有那一生生老师吧 石门国校是陈国志的母校 以前他可没少让人头痛 我以前在学校的话 是属于那种凤牛般的坏学生 然后没想到说有一天的时候 自己会回来这边再教 把自己的知识教给我们学弟 就是好像有一点限制 当你对学校的一个伤害的时候 你要回来回报 陈国志说还有一个限制报 是小时候吃了太多 田里稀里抓来的生物 所以他这几年 还默默进行一个大工程 那就是富裕冰围的 台湾原生种鱼类和水生植物 他在水梯田周围营造漆地 每天进行记录观察 你看这个是我刚才才放的 然后你看里面已经满满的一堆了 然后才几分钟 差不多五六分钟而已 就有这些鱼了 田地路化 生物岌岌可危 五六年前陈国志接触到 一群热爱生态的热血人士 也开启了他的富裕之路 台湾原生协会的理事长 说这些在野外的时候 慢慢漆地在变少 那以这个这么好的地方 是不是来做一个保种的动作 我说好 那我们就是做看看 他们到台湾各地 寻找冰围鱼类 带来陈国志打造的漆地里保种 等到富裕有成 再带回去野放 有的人说 反正那个一放下去 它自己就活了 可是你的漆地的话 没有维护 那是一个很困难 所以说人家 很多工程也是一样 你私做容易的维护它 不止于累 陈国志还富裕起 少见的水生植物 农地不能使用除草剂 它只好每天和野草搏斗 有一些放下去 搞不好因为一个杂草的蔓延 或是做一个大水来的时候 你的那个分水没有做好 哇 被流走了 这也是很心酸的 这里也像是个野地实验室 这些年陈国志试过好几种方法 让稀有植物 能在自然环境里茁壮 好几次都因为人力有限 难以维护 失败收场 但他从来没想过放弃 其实我现在会感觉到 用美质袋装土放在里面的话 这个的话还比较行得通 因为到时候如果说 这个地方杂草蔓延的时候 我是可以把美质袋 稍微移到旁边 然后等杂草除完的时候 我这个美质袋再放回来 然后就不会伤到这个物种 这代表他得更忙了 十多年来陈国志富裕家乡水田 推动食农文化 富裕原生种鱼 打造漆地 抢救生态 越做越有热忱也停不下来 那个不归路 因为你踏下去的时候 你就会对他一种 感觉上一种热忱 很多人认为说 越小的 为什么你要做这种东西 你做这些东西 人家又看不到 可是我就希望说 这个物种以后还可以存在 不是说只是在课板上面看到 当然这一路上 也有意志力薄弱的时候 但老天总会让他看到 坚持下去的意义 就是蛮累的时候 也会想说 那我还能再做吗 然后有时候也会问说 你做这些 值不值得 可是当又有人 小朋友进来的时候 或是说一个人进来 就跟你讲 大哥你做这个的话很有意义 然后感谢你让我看到这些 我这边原本萤火虫都没了 我坐下去差不多三年的时候 萤火虫自己就回来了 就是慢慢把那个小时候那一些 那些失去的那些东西 好像在拼土地一块一块再拼回来 六七年来他努力维护七地 成功赋育六七种台湾原生鱼 和超过五十种水生植物 他不是什么专家学者 只是一个热爱家乡的农夫 这个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 但是这个就是 他付给你的最大的一个资产 这是我感觉到 比较欣慰的一个地方 说这些东西回来了 年轻时拼了命想离家找机会 人到中年却竭尽所能地回家 他种到守护食农文化 努力把冰维生物一点一点地找回来 比起庸禄过完一生 这是陈国志找到 值得坚守的人生价值 一个人还是能够为环境生态尽力 过往之后带你看另外一个女儿 同样地也心疼父母的志愿 我们在旁边就会觉得 哇这个事情真的是太辛苦了吧 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被改变 我觉得我是蛮卖力在做这件事情的 然后也确实也慢慢地让更多人 认识羊奶油不同的面貌 这个产业扬大了我们 那是不是有办法为这个产业 尽一份心力这样子 那你看你这个家庭本来专门养羊 父母每天早起自己配送羊奶 但后来因为一场车祸 让牧场兄妹决定回来帮忙 同时展开一场转型大行动 三十多年来皇家人的每一天 都是这么开始的 通常妈妈会是第一个起床的 她就三点多起床 所以她就会先帮每一个路线 先把料都备好 大概四点左右就陆陆续续都会出门去做配送 承接配送两瓶热热的羊奶这样子 妈妈 爸爸 哥哥和员工 要配送两百多瓶羊奶 只有牧场小女儿黄一金能多睡一会儿 她们觉得这件事很危险 所以不太愿意让我去 她觉得我是一个女生 可能个子也比较小 因为陈佩真的不轻松 载着玻璃瓶装羊奶的车子很重 还要赶在天亮前全部发送完毕 早 这是两瓶多四啊 看你怎么分配 昨天她喝这个嘛 今天给草莓啊 好 那个新的你今天再喝也得好 三个调味 对 一三乳是调味 一样 她们在配送的时候是比较紧张 跟时间在赛跑 所以她其实有时候会不小心 可能出一些小意外 比如说不小心自摔啊 或者是说有可能是被狗追啊 淹水的时候你可能不小心走到一个地下道 你可能引擎淹过去你就跑毛了 这些状况都很紧急 所以我们家一定会有一台备用的机车 是为了防范这些紧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马上有人去接替 其实不必出门的黄一经总是悬着心 尤其是老天不赏恋 又劝不了爸妈停工时 就是我一定会出门 因为客人在等着我喝羊 他们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去服务每个客人 他是他人家的身体 他得磨叹 他们就让你动物 熊 standardized und熊 Believe 门 i know 母亲 妈 E 我记得有一年 那个台风很严重 然后就是狂风暴雨这样子 然后整个都淹水 就看到家里面已经在淹水了 然后就很紧张 就怎么办 就是我家人全部都在外面 还没有人回来 然后就想要打电话 确认一下状况 然后就会被骂 如果不是十年前一场意外 应验了一直以来 对家人安全的担忧 现在的黄一金 可能还是很听话 不会认真去思考 自家养羊事业的未来 我们在旁边就会觉得 这个事情真的是太辛苦了吧 那这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被改变 现在的她可能也待大陆 而不是清晨六点 在彰化帮着爸爸挤养奶 这本来不在人生计划中的 我爸妈那时候我就讲说 如果你们可以有 其他的发展 你就不要回来这边 所以我念国企 然后哥哥就念电极 就跟虚母一点关系都没有 学商的她原本打算 在业务领域中继续打拼 这倒不是因为排斥牧场工作 从小就帮着父母养羊的她知道 父亲接手家中猪圈后经营困难 是好不容易才重新找到方向的 所以爸爸一直很努力 一天两次挤奶六次喂食不假他人之手 还为了在自然养殖的状况下增加羊枝蜜乳量 到处找营养牧草 十年前得知有新品种 马上跑一趟台南农改厂 不料发生车祸 九九开货车 在爸爸南下要去在这牧场的途中 然后被后车嘴撞 然后后车就是 后车就是疲劳驾驶 然后就撞 往前撞到货车嘛 然后整台货车翻覆 我们就两个都留着提醒 赶快回来 不过那时候确实也面临到 一个很大的抉择是 因为当时候牧场只剩下 爸爸跟妈妈两个人坐嘛 那爸爸又不行了 就是那时候他必须得长期休养 所以那时候就会面临到一个抉择 是牧场到底要不要经营 继续经营 他们老人家都这样 不小心起来 不要做啦 不要紧啦 就辛苦啊 不要做不要做 对了 不要钓还可以 我可以还可以买一间厨 应该还可以过不错的生活这样 但讲不会讲啦 他其实心里面根本不是这样子想 打拼大半辈子的心血 哪能说放就放 黄仪津懂父母的执着 像爸爸现在即使有重伤后遗症 仍天天工作 命中挡回来都不错 我弄一个 如在出生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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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都摄六丝了 这都摄六丝了 这到这都摄六丝了 现在你做工作的时候有影响吗 不可以 不可以摸东西 那是连把牧草搬进阳舍都使不上力 但他还是坚持把能做的做到确实 那割草来说要尽量整株割起才不浪费 也才不会影响往后生长 念归念 爸爸还是会帮女儿收尾啦 一家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好 当年才会在面对聚变时 很快有了共识 那是暂时由哥哥来接手 做不了太多粗活的妹妹 则先回职场 那完了 你可以听到吗 可以的 看 快进 快点 走 走 好 说到黄一经这个不多话 总是埋头认真工作的哥哥 其实是个惦记硕士 本来在市区的工作很稳定 其实就是为了 就是家人啊 就是爸爸跟妈妈 更多可能是舍不得妈妈吧 原来这个家经历的波折 不止车祸 就我那时候在幼稚园的时候 我爸爸就去开了 当时候非常大的手术 就是急追开刀 他再也不能做出众的工作 他完全没有办法 可是那时候我跟我哥还小啊 我们都还嗷嗷带骨的年纪 那怎么办 所以当时候就是我妈妈 把这些男人应该做的工作 他把它扛下来自己做 所以他每天就是要扛 三十几公斤的奶啊 然后干嘛干嘛干嘛 就是几乎都是他做的 所以 在这个过当中 所以我们两个孩子 其实都还蛮 就会蛮心疼妈妈是 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对对对 哥哥接手牧场工作后 更深刻体会妈妈的辛劳 所以后来干脆辞职 全新投入 他改造硬体设备 重新规划动线 还运用专长设计了自动化的羊粪输送袋 因为他说太累了 因为以前就是我做的嘛 我做的都是要下去吐晒 这么一来就不必弯腰钻进羊舍下方清扫 而是能快速收集 让他在发酵日晒后作为肥料 儿子的用心让两老不再反对孩子接班 年轻人当然是比较厉害啊 哪有像老人的那个头脑那么死板板的 一定有他们的一套 儿子的努力也提升了产量 但问题来了 配送订单没增加 多的奶该怎么办 妈妈后来是全送交养奶公司 这让在外力链几年后 对市场和行销开始有概念的黄艺金 有点担忧 因为他们签的约并不是很 保证收购的那一种约 然后我那时候是跟他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不能看它那么重 你看重了 你风险来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办法处理 而且农村缺工 爸妈年纪大奔波危险 光靠各个一个人 这传统配送模式能撑多久 他开始认真思考牧场的未来 牧场要经营下去 它一定要有活水 它一定要有新的客人 然后新的服务方式 让这个牧场可以继续经营下去 我内心当时就有一个 很大的想法 就是我应该要回台湾 四年多前 黄艺金决定回家 想运用工作经验 和哥哥一起再帮牧场转型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多少 可是好像有一种感觉是 感觉应该要去做 就至少我去努力了这样子 我们可能力量没有很大 就我们就一个人 或者是我们就一个牧场 但是我可以怎么做 或许我们就可以打造一个品牌 然后透过这个品牌 来跟大家互动 没想到站到第一线跑试级时 却踢了铁板 很多的客人就是很排斥 是排斥羊奶的 但我都不懂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要不要这样子排挤 就当时候确实就会有一些状况 让我觉得好挫败 你帮我拿一瓶羊奶上来好不好 他一度挫败到自我怀疑 连爸妈也开始担忧 为什么你每天都很辛苦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也不会有多少 当时候他们是担忧 就是担心 可是这个担心 在传统父母当中 不能变成是关心 还会变成是骂你 嫌弃你 但黄一金不想放弃 硬着头皮摆摊推销 再到医院找通路 卖给需要营养补给的人 努力三年才慢慢站稳脚步 能再多做一些 那是到台中市区租空间 透过饮食来推广 他在吃起来口感 其实奶香味还蛮浓郁的 对 那除非是 他你本身对羊奶的味道 非常的敏感 对然基本上一般人 是吃不太出来 他是用羊奶做的 为此他还自学料理 自己设计菜单呢 这天就有三五好友 相约到他的羊奶司厨用餐 可以上来了 这个是新鲜羊奶起司 对 用比较短的时间去发酵 所以它其实是软质 那一般来说 它可以涂抹在 这个面包上面也是OK的 黄一金会教大家 认识羊奶制品 教你怎么料理 怎么吃最好吃 我觉得配番茄很好吃 很好吃 对 它真的配水果 是非常的搭的 越多人理解 它被接受被使用的机会 才能提高 我没有想到羊奶 可以做成这样 原来就是这样也很好吃 就是大家开始有一些 对羊奶有更多的想象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好的开始 不仅点亮了 没落产业的前景 后来竟也让自家牧场 闪过了疫情的考验 大部分羊奶的公司 它的很大的一个要素 就是学校同路 那当学校同路 无预警的被切断 而且你没有办法任何反抗 你就是没了 羊的特性是 你能不挤它奶吗 你如果不挤奶 它就会乳房发炎 它乳房炎一旦发生 基本上你这批羊 可能全部都要淘汰掉 那它还是得继续挤奶 乳槽就这么大嘛 那你旧的奶怎么办 你不是处理掉 不然就把它倒掉 当时全台有上万顿羊奶被报废 转型中 不再那么仰赖气作的他们 因为有羊奶酪 优格和烘焙等 其他产品能卖 还搭配小农蔬果 推蔬菜香 业绩稳定 还创造了更好 反正我就是有一台冷藏货车 我可以帮助大家 做这件事情 其他农友没有嘛 好 我只是很单纯的初心 就是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结果后来没想到 反正我就是 一直做下去 然后那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家的养奶 反而没有受到太多的波及 现在配送多以服务老客户为主 爸妈肩头上的担子轻多了 但黄已经没因此松懈 假日要带农场活动 采访这天我们也发现 他忙着处理电物 动脑开发新产品 用水杯来做优格 都比较好吗 就是除了告诉你 养奶可以喝 这件事情之外 他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讲 那我觉得至少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是蛮卖力 在做这件事情的 然后也确实也慢慢地 让更多人知道 认识养奶有不同的面貌 这个年轻女生用她的拼劲 和家人一起 担下了原本爸妈 不愿意儿女辛苦的事业 做出了新面貌 找到了使命感 这个产业扬大了我们 那是不是有办法 为这个产业尽一份心力这样子 不管好不好 你放弃的话就很可惜了 你就前面的八年完全变零 如果我还继续卖山 继续研究的话 我就还有那个机会 那个机会还很大 继续带您看这位 在卓兰种梨子的果农 应该说是有研究精神的科学家 他不是人家告诉他 怎么种就怎么种 而是自己研究育种 自己实验 于是种出了台湾特有的精品梨 这篇报导也得到 今年的全球华文有序报导奖 《距离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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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这个枝条 它就会受损 很容易掉 尤其它成熟的时候 更容易掉 梳头上挂着的是 刘山泉研发的台湾品种 宝岛甘露梨 采收的时候 得父子两人一起上阵 钓很简单 撑不住 现在靠纸袋在支撑 靠纸袋支撑 然后纸袋一打开 它就没有支撑力了 这个应该两斤有吧 有 40两 我强调的不是大 我不是做它 最主要是做它品质 刘山泉特别撕开纸袋 让我们看清楚 什么是台湾本土的精品水梨 肉质很细 然后有一些甘蔗味 然后它可视率很高 它芯比较小 比其他的小一点 它就是可视率很高 然后皮很薄的 别人是种篱来卖钱 但刘山泉的原子 却像个种原库 20多年来 他都在埋头研究 培育属于台湾本土的 高阶礼品种 我有做一些抗病试验 整年度完全不盆农药 不撒农药 然后看什么品种可以存活下来 它不会坏掉 不会烂掉 对一个农业门外汉来说 这并不容易 刘山泉原本在做机车买卖维修 40岁那年 因为压力过大 引发心率不整 决定提早退休 苗栗家乡卓兰 当地盛行种高阶梨 为了生计 他也试着种了几年 却发现当时农民 只能仰赖进口日本韩国的花苞 在嫁接到台湾粗梨的枝条上 失败率很高 没有正常管道过来的 就是用走湿的 它没有冷藏 然后它那滑碎都是会闷坏掉 大概接了一百芽 有时候存活不到两芽到三芽 那时候就开始有那个念头说 我们台湾应该自己有自己的 就是说那个滑碎可以高接 刘生泉心想 如果他能自己育种 不但可以降低成本 还能提升品质 他到台中改良厂找老师学习 再回来摸索做育种实验 我们的低温只能在冰箱 就是在我们冰箱 把花税剪下来 它的低温就是在冰箱里面 煮长大概一千个小时 就可以高接它 就会开花结果 要在中低海拔的地区 种出好吃的温泰品种水梨 难度还不是普通的大 育种实验进行到第八年 好不容易小有成果 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九二一的时候 我家的房子 前面震了一个大概一米这么宽的 然后三晨半夜都没有灯 然后我就带着我妈妈 走出去外面就是要避地震 然后我妈一下子掉到 前面是我们上面是一米 但是下面是已经一大窟窿 我妈妈突然不见了 她救出受困深沟的老妈妈 却保不住扮回的房舍和离园 一家人原本就为了育种过的拮据 接下来还要重建家园 哪里还有钱能继续做研究 因为这个东西民间没有人成功 是因为民间很难有心态跟经费去坚持 对因为像我小时候就常常搞的就是 家里都没有钱啊 就是有时候我是很少跟我爸爸讲 就是同学他们都有零用钱买饮料 去做什么事 然后其实我都不太敢跟我父亲开口 就是要钱这样子 921之后留生权面临抉择 若是继续研究育种 势必就要腾出土地来 换句话说 这满原子的梨能卖得很有限 你如果一棵树有十个品种 一百棵就一千多个品种 你不可能拿那个梨子去卖 因为你凑不到一样的品种去卖 难道要放弃吗 挣扎过后 他卖掉将近两家土地 在园里重建实验基地 不管好不好 你放弃的话就很可惜了 你说放弃的话 你就前面的八年完全变零 如果我还继续卖山 继续研究的话 我就还有那个机会 那个机会还很大 因为我做这么多品种 机会还相当大的 一家人靠着太太出去接杂工 织成生计 留生权就一头栽进育种世界 做这个牌子 好像我现在这个牌子 我就知道它是什么品种 我都有写 以前是整个密密麻麻的原子都是牌子 不好的一直筛选 筛选到现在只剩下大概六个到八个品种 土地有限 一棵树只好高接了十几个品种 二十年来 他从一千多个杂交后代中慢慢筛选 想努力找到优良的台湾梨新品系 我在筛选过程中每个离子的特性 每个离子的好缺点优点 我都是一定要记下来 然后每一年 它不是一年筛选一次就够了 你认为今年好吃 明年它气候不一样 或者是什么不一样 它就没有一致性 没有稳定性 做试验一百个 绝对有九十个 九个失败 你想的跟你实时上 绝对不一样 在亲友眼中刘生泉有点疯狂 一天三次观察水梨的成长变化 一年年的市众新品种 对育种的执着 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其实我从小都看在眼里 我爸可能早上起来 人家第一件事情是上厕所摔下洗脸 我爸的上厕所是 来这棵树下边上厕所边观察 全家人都是水梨试吃不对 把离子当饭吃 这体验可不是人人都有 我就送给卫生所 送给医院 送给某一个人 就是朋友 然后我里面一定一包 每一个品种 不一样的品种让他们试 但是我一个要求 就是说我送给你吃 你要把你认为最好吃的 回报给我 所以我自己也是有在试 但是我吃的意思 吃到很怕了 熬了多年终于有了回报 一位农民试吃后的反应 让他看到希望 他告诉我说 那个品种相当好吃 我不相信 后来他说你能不能在 兵库里面找一个 我说真的后来被我烦到一个 吃起来真的不得了 我很好吃 而且糖度也相当不错 而且它肉质很细 追踪之下才知道 这原本要被他淘汰的离 原来是晚熟品种 得放久了才会把品质表现出来 吃起来不但多汁细致 也有很好的抗病性 非常适合台湾风土 它的抗氧性抗氧化很高 然后它很耐储存 甚至我们如果说发展以后 外销到中东 它不需要空运 它坐船可以坐两三个月 到了还不会出问题 刘生泉把这皮薄多汁的水梨 取名宝岛甘露梨 也申请了品种权 一位农民靠着自己的力量 成了台湾高阶梨育种第一人 引起农政单位注意 有人称他是高阶梨界中的LV 但这份成就带来的 却不只是荣耀 我育种出来 有很多人在怀疑 一个农民不可能去育种 育出新品种 大部分的人都怀疑 一直怀疑我是去偷 日本的品种过来 或者是说改良厂投品种过来 然后说自己研发的 然后去申请品种权这样 当时他低价授权给农民栽种 希望扭转低迷的离市场 却也被贪心的人 偷嫁接违法私众 种种打击让他忧郁失眠 还中了风 睡眠不好嘛 当然会中风 他很多原因不是单于原因 当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刚好107年中风 刚好品种权给我的那时候 我就中风了 然后一边左手 左脚不能动 然后右眼看不到 台湾对品种权的保护力道不够 农民观念也需要普及 他们不了解留生权 是没有政府单位支持 在最困苦的时候 只能卖地做研究 也幸好 还有不少人认同他的努力 他们成立团队协助留生权 处理复杂的法律问题 后来他也找到 打击留言的最好方法 我申请两个品种 你只在怀疑 我连续三个品种 四个品种 都是我自己做的 如果是我偷的话 哪里有这么东西 可以偷 这么多可以偷 哪里有这么东西 这么多人会给我东西 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一直尽量 凸显我自己的实力 即便已经70几岁 被体力大不如前 他也没放弃研究新品种 你讲说这甘露里已经是LV 但是他也有他的缺点 他不可能有东西 十全十美的 我在研发的是 在补足这个不足 没有说一个上线 就不需要再研究了 没有这个东西 你是手机也一样啊 你哪一个手机最好 他还是在研究 在进步嘛 不可能说就这样 嘎然而止 不会这样的 他相信台湾梨农的未来 在于努力研发本土梨 所以实验的脚步不能停 这几年他还协助小农转种 无偿替他们解决栽种问题 希望高经济价值的水梨 能改善农民现况 刚开始农民种很好 但是发生问题以后 他有问题提出来 我既然拼准给你 我一定要让你赚钱 你如果不赚钱的话 你会骂我啊 刘生泉对育种的热忱 也让儿子受到感召 除了管理果园试着销售 也和爸爸学起育种技术 我从我爸爸上面看到的 他对研究梨子 不是只有难过的部分 难过的都是 除了植物以外的事情 其实他对植物是有热爱的 对啊 那我想说 我爸爸既然有办法 对梨子树热爱这么久 也许我可以试试看 那也不会中断他 付出一辈子的心血 这个甘露里让梨产业 整个蓬勃发展 因为很多以前 照顾梨子的梨员 已经放肺耕了 不耕了 肺耕两三年 现在都有人要租 刘生泉的后半生 都在培育梨子新品种 也因为这份不认输的精神 让本土温带水梨 成了农业里的台湾之光 而这是一个农业门外汉 透过不间断的学习 用时间和热情换来的 他们都是知道不容易 仍然愿意往前冲 希望我们都还有这样子的精神 一步一脚印发现新台湾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